障碍的房子不会下跌的 这是我的观点 最起码20年之内不会下跌 20年之内不会下跌 您为什么有这个观点 第一个 你看世界上面呢 有好多东西我们要借借呢 东京它不会下跌的 香港没有下跌 英国也没有下跌 纽约更不要说了 好多城市 它这个城市化 城市化有的是未免体啊 真正的什么叫城市化 你真正的城市化 它有一定的条件的 不是你这么盖了几条马路 就叫城市化的 现在好多那个第三线 第四线的县城 我也去过 那他我上一次到那个上牢去 江西上牢 那个马路好啊 但是没有人 后来我问了一下 他们那个什么房子这样 挂牌挂在那里 大波标语写在那里 七千块一瓶泥 我们就说了 哎呦到这个地方 买一点房子挺好的 七千块一瓶泥 后来说了 你如果七千块了以后 以后肯定是 七千块也 也达不到这个 这个要求的 上海不会下跌 为什么道理 不是上海现在放宽了吗 有的地方像林刚了什么 是一些功能的话 高级室 高级工就可以进风口了 如果上海如果是有的地方是不要本科的 大专也可以进风口了 那么来的人他们在上海居住的话 首先要解决房子吧 还是要看城市哦 对 他有一个拒绝力的 他有什么 技术条件 管理条件 对吧 医疗条件 教育条件 人当然我们到处走了 看着好的 当然要往这个地方走了 90年代的时候 有推出这个蓝印户口的这个任务 蓝印户口 对 蓝印户口 对 有的 这个时候可能老百姓手里面 手里面的钱也不多吧 如果有钱可能我拿房子 那个时候工资最多钱 搞蓝印户口的时候工资最多钱 一般呢 大概平均大概七八十块一个月吧 后来80年代的时候 高一点到90年代才到一千块了 我记得很清楚 这时候没有钱 蓝印户口的这些人都是叫叫载 有眼光的 那您觉得上海还会推出蓝印户口 真的吗 不会 因为这个根据他的需求 以前是要叫你们去买房 他推出了蓝印户口 或者要叫你们寄住下来 那个时候好多人要回去的 现在外地到上海来以后 最好的 他们要都要在上海扎根的 为什么道理 前一个礼拜六 以前我自己的学生 他们是在我们培训里面考了个高级祭司 有两个同学 要跟我来聊聊 就在外面吃了个饭 他们说了 要在上海扎根 他们的艾伦的乎客 全部往上海迁来 因为高级祭司的话 它有一个政策的 家族可以 户口进来的 户口进来了以后 他肯定要解决 医保社保的知识问题的 他们心很定胆 小孩也要在上海读书 全国优秀的人都往上海跑 对对对 就这么回事 现在有的公司里面的中层 可能是外地的大学生占读书了吧 因为上海一个特点 这个我也挺有感知的 上海的暴动度可能最好 只要你有本事 想回去一个7月 就说大家就制度上怎么定的 就这么做 我一个同事 他跟他的艾伦到上海来的 交流的时候 他就谈了这么一点观点 上海的暴动度好 不会启示你 你有本事 你就上去 你有本事不要怪 有本事的话 暴动度好 大家先稍微想像 replaced 放飙 然后两个小拟 分享 订阅